好 丢脸丢到国外去 但是美国当然关注台湾的选行 而中美的你来我往 其实也从来没有停过 现在大陆的国安公布了 有抓捕匪谍的画面 来自于间谍赵学军 中国航天领域 这都是在航天相关的人 说被策反成为境外的间谍 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向外国间谍 贩卖情报被抓起来了 这两起案件是不是都跟美国有关 现在是媒体大家关注的焦点 习近平说事业的未来 要中美关系稳定 那两个两国人民一起合作比较好 还是说互相有你谍报战 或是甚至攻击哪个比较好 所以已经两年来第一次 美中重启了军事会谈 重申会持续的通行台海 而还有这个美国副国安顾问芬娜 见了谁 中国的中联部部长 两个人见面的会议告诉大家说 美国跟中国会重申支持 继续进行高层的外交接触 很负责任的进行管理竞争 其实这也是有互信基础才有办法 而谈的主要都是南海跟台湾议题 所以大陆驻美大使 谢峰就说啦 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 叫做互相尊重 双方是田径赛不是全集赛 非要把大家打倒不可 但很明显的大陆2023年对美国出口 已经大幅的减少20%了 不再是第一大的进口国 同时布伦伯说 北京去年破纪录跟17国升级了外交关系 当然是一带一路 想要突破美国县市的各种方法 马尔地夫最近成为近期 第一个今年访问北京的外国元首 更多的外交策略要展现北京的企图心 但是在军事上也一样 包括力推最新的20的运输机 要卖给在杜拜航空展亮相之后 要卖给了奈及利亚 这是目前生产最多最大的军机 还有歼31要卖巴基斯坦 取代的是美国的F-16吗 还有歼10C在中东抢市场 杜拜航空展展露的头角 所以各个角度都一样 亮哥怎么看中美对抗 在中国大陆的方面 努力的不管是外交 军事上面 又要说我们还是要合作 我们要一起维稳 不是要互相打群架 或者就是说要拳击赛 我觉得中原部去 因为布林肯根本就不在美国 他去以色列 所以坦白说 这个并不是最高级别的战略对话 所以基本上还是重申 习近平跟拜登的那个论述 因为最近美国 日本 韩国见了面 又重申了一段话 希望台海能够维持和平稳定 这段话当然中国大陆就听得不高兴 所以刘建超就在那边传达 他又传达了一次 所以希望美国能够落实支持不台独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在重申 就是习近平有告诉你 定调 所以有那两点不要武装台湾 然后那个或者支持中国搞和平统一 结果后来你也看到 美国还是对台湾做了军售 然后中国大陆不是又制裁了那五家公司吗 所以坦白讲气氛不好 而且贸易战 拜登在12月后来还是定了一个调 说至少还是要制裁3000亿美元左右 科技战你也没有看到缓和 对 晶片限制还是很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我是觉得 中国大陆定调叫做 就是希望能够就是能够回稳 可是是不是有回稳 就是说没有继续恶化 有没有定在这里 这个他用的也叫气氛 稳住 稳住在这里 有没有再往下调 本来是预期还在往下调 所以他就要提醒你一下 那当然他们一定会把这个 如果赖清德当选的话 所造成的台海变数 要提醒美国这个后果会很严重 事实上已经看到美国一些媒体 甚至包括英国的 比如说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也改调子了 没错 经济学人现在也承认 这个是战争与和平的一个选择 以前他们都是在讲民主与专制 这学赖清德的说法 可是现在就越来越觉得 就是战争与和平这个调子 你刚刚有提到那个Bramer 欧雅那个单位 他不是说美国 最危险的三个朋友 一样他也是在强调同一个逻辑 因为他们 我觉得他们是越来越了解到 赖清德真的不是蔡英文 赖清德的 造成的变数远远高于蔡英文 虽然他嘴巴一直在讲 蔡英文路线 可是坦白讲了解台湾状况的 美国人非常多 他们是心知肚明的 知道这下轮到赖清德的话是不得了的事情 赖清德不等于蔡英文也不等于小美琴 小美琴其实当副手也拉不住他 所以就不知道他会偏执固执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对很多议题的决定 事实上美国人评估一个人 绝对不是只看你的嘴巴讲的 他还会看你做事情的决策模式 他就是很固执 你可以看到他的样子 拉不住的 就是拉不住或者是很溜 一孤行 就是他会固执在某些理念上 那就是万一他又坚持住某些 对中美来讲都很难处理的idea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是觉得确实中美都看到了 所以刘建超就把这问题又丢出来了 说我们要共同管理一下这个可能性 大概是这样 是可以感受到美方的风向 媒体上是如此 官方的态度风向 有没有所改变呢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渗入来讨论 美中的这个沟通的机制 开始重新展开了之后 刘建超跟副国安顾问 两个人见了面 不过 院老师怎么觉得 这个看起来沟通层级不够高 所以内容也很难有时局的进展 对这个一听起来 他是 我觉得这个消息发放的这个程度 确实比他们的关节都要高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的很明显 因为长期来讲 请大家回想一下 中美关系现在已经是遭到 不可能再糟糕的 因为美国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不断的食言而非 中国的话一再强调自己的底线立场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不能够沟通的话 首先你要了解就是说 大陆现在的话 董军担任了国防部长 美国奥斯汀刚好又住院了 又加上又是美国自己内部 出现了一个问题非常多 但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的话 尤其是国防跟军事上的关系 就是说是刘建超是属于 外交系统的这个部分的人的话 不过我们可以仔细的观察一点 如果说长期中美关系这样的发展 断断续续的情况下来讲 对于我们的话 在台湾这个位置 尤其是过了两天 20小时我们要选举的时候 那刘建超会带什么样的讯息给美国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仔细的看这个讯息 因为这次的讯息的话 讲的绝对不再是那种 好像说了我们这个底线立场 核心州的核心 红线州的红线 这里讲得很清楚 但是今天得到的消息的话 美国的国会议员 请大家注意 美国这个民主国家 他的国会议员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他自己讲到说 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 美国国会对于台湾的支持一如既往 然后大陆的毛宁发言人 外交部的毛宁发言人 马上就表达重申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立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家要记清楚 就是大陆本身 如果说他感觉他被逼得 无路可退的话 如果连美国都逼他的话 那么他可能会觉得说是 必须要尝试一下铤而走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个人感觉 我个人感觉 我相信美国人的基本上 也不愿意走到最坏的情况 而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本身 长期以来讲的话 一直用这种断断续续的 就是美国来讲的话 就是进两步退三步 进两步退三步 每次不断会 你要我承诺什么 你要我签你什么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军事实力 尤其现在要卖的飞机 除了战斗机以外 连运输机都要卖 这个情况的话 非常清楚地说明一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要了解 虽然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 退步得很下滑很厉害 但是基本上 它只是下退了20% 这个数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另外更重要的是 墨西哥虽然取代了 中国对于美国的出口 但是实际上真正取代的部分 大陆目前为止在开拓的市场 是中东 非洲 是原来一带一路这些国家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大陆在转换市场的过程 就是就好像说是 就大陆原来用的观念 就是要调换这个市场 原来一带一路的目的 就是做这种准备 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 拭目以待 严密观察 因为当然中美关系 也严密的牵动了台海的关系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所以台湾要选举 当然美国也是选举年 所以美中的这个沟通对话机制 也跟选情或台海的关系 很有关系 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外国媒体报导 所谓的美中之间有一些对话 可是我们必须看出一些细节 这个细节就是说 虽然美中之间有对话 包括刘建超访问美国 见到的所谓的副国安顾问 然后我们也看到的军事 所谓的高层互访 我们必须要了解 其实这个层级没有那么的高 所谓的高层就真的是 见到布林肯算高层 在军事上面 你要见到防长可能是高层 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谓的美中的军事的高 所谓的高层的对话 其实他是少将等级 而且Michael Chess他是 不是说不重要 但是他的位阶是副助理部长 事实上这样子 传递出来的讯号是 中美之间有沟通管道 但是这个沟通管道 并没有到一个 可以到决策的层级 所以他某种程度 还是抱持着 中美之间的互相的信赖感 还是没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选举就变得更加的重要 当然会谈这个台湾的选举 双方都在拿捏 你到底有没有参与其中 你到底有没有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 Financial Times会出一个新的文章 独家报道 讲到说台湾选举结束之后 会立刻的美国会有派出 Delegation来 很有可能是卸任的官员 代表团到台湾 不论是谁当选 美方都有做出一些相应的准备 基本上要传递的讯号 第一 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 台海的和平 会继续维持 结束台湾维持台海的和平 第二 也是要传递一个讯号是 就是说基本上未来 如果有人要做出任何重大的改变 美国也会给予非常强烈的建议 去hold住这个情况 当然也会让北京了解 美国的态度没有打算要介入 同时美国也没有打算 要挑起任何的战断 所以媒体的风向变了 但美方官方的态度也变了吗 美方的官方的态度 现在开始会觉得更加 基本上会觉得有点紧张 所以会更加的关注 而且采取的策略